前一次在奥网出赛是2016年俄罗斯前球后沙拉波娃 Maria Sharapova 16日奥网女单首轮 6比1 6比4击败德国选手玛丽亚 Tekjana Maria亲戚过关 吸引重返墨尔本公园首胜 2008年奥网女单冠军沙拉波娃在竞要事件后首度重返马格丽特扣特球场 不过这位前球后人事话题十足还未出赛就因为担任抽签嘉宾引发热议 但沙娃不让场边花絮影响场上表现直落而顺利挺进次轮 今天能够重返球场对我而言意义深重 沙拉波娃赛后说不管我今天面对的对手是谁 所打的每一分我都很珍惜也享受其中 马格丽特扣特球场也做满钱来支持的球迷 沙娃也特别感谢从世界各地的粉丝 有别于过去都以布里斯本网赛作为热身赛 沙拉波娃新球季自深圳网赛当起头 因此还得重新适应澳洲炎热气候 沙娃打去道 你永远不知道到澳洲该如何打包衣服 忠实电子报 他沙拉波娃新家人